如图说的是我的已经从先到记忆上了 请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我会总结几点 你怎么样可以正常访问GPT 这个我以为今天早上会好 讲一下我自己这边怎么解决ChatGPT 好像正常的我用的是Brave的浏览器 Chrome我也是我都是这个仔细情况访问不了 然后呢我也试着在Brave上用这个 或者其他的因为我本身的是日本的 在我挂着的一个这个插件的也是访问不了 据说是东南亚的节点比较好 要不就是美国原生的 接下来我就去搜索了一下怎么去解决 他说用这个Tour这个 一会儿我会放在底下 在我这个Brave上 我这个private window 私密的with tour 下一个或者是就是用这个Brave切换到Tour 或者是直接下一个这个浏览器 这个就应该是OK了 然后你也可以试着去选一个其他的 解决这个插件不错 大家可以到那个Chrome 那个网站上去找一下这个VPN试一试 反正上不去我是挺烦躁的 最近使用这个浏览器感觉还不错哈 因为大家都知道 Chrome的纵所宗真是那个呃 呃占进程夯住进程的大户 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一个家具放在你的电脑里 而且我觉得还是Intel的Mac 所以空间很不足 上回安装完Stable Diffusion就是感觉 内存已经很吃紧了 我没有机会感受Stable Diffusion在on-premise的一个呃 有利的地方我只感受不到我只能去用那个Google Collab 但是那个图形占领的出来好好奇怪啊 所以我还是继续研究我的那个journey吧 有没有小伙伴有这个Stable Diffusion就是 一无几样你感觉特别好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呃 为一个小型衍生博主 这个视频如果你等的 总结一下你如何找到你想accessChatGPT的方案 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浏览器 Dream浏览器可以试一下 第三个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呃 Chrome Extension这个叫ZenMate的VPN可以试一试 切换一下 希望你能成功的login上ChatGPT 浏览器是我的已经重新login上了 在研究mejourney的过程中 肯定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Why not check这几个播放列表 Maybe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哦